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舒适 即是运动 在节能模式 电门非常的慵懒 给我一种自吸车型的感觉 在舒适模式同样如此 它的加速能力也没有很多 日常我们能见到的电动车那么迅猛 即使是在运动模式 它也不会给到你特斯拉那种踹你一脚的加速感觉 很显然这样的设定是为了降低能耗保证续航的 能扎优的动力输出是比较均衡的 更适合在城市中驾驶 动能回收给人的制动感觉很小 所以很自然 跟我们人常开着正常的传统燃热车 并没有太大区别 这一点不错 表现得非常的舒适 翻面盘有着浓浓的电子味道 它会随着你的转向角度加大 重量有所增加 电门和刹车同样电子味十足 就像踩在弹簧上一样 给人的感觉很不真实 我觉得在内饰的设计做工以及车机系统 是哪吒优的一个强项 但是在驾驶质感上 它还有要提升的空间 尤其是在方向盘 电门以及刹车方面 进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并且在换挡旋扭方面 它的质感还需要提升 稍微有一些松滑 并且它可以一直的旋转 没有一个档位的限制 这个是不利于驾驶的 以及不利于分辨档位 目前是挂在哪里的 所以这个也是要改进的一个地方